我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之后 我们就全部重新装修了一下 全部重新 包括花园啊 都全部重新弄了 这个整个的外墙啊 全部都拆掉了 这花园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我自己特别喜欢是这个 日本这个风 日本红风 这个树是我最喜欢的 这个也长了很多年了 这个造型很好 而且呢 我自己很喜欢竹子 所以我在这边也种了一块竹子 这个凳子 包括前面那个茶座 这个都还是我从中国带过来的 这个是老榆木 我当时在深圳的时候 在一个古旧市场上 旧货市场上面逃过来 这个东西 我是在深圳的海边 我们到海边去玩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漂流木 我还特意把它带到美国来 把它自己这样缠绕的做了一个灯 这边呢 我们就把这个里面设计成一个电影房 它早期之所以好的那些作品 最重要还是受那个侯孝贤的影响 很少有他自己独创的东西 当他想要跳出他自己习惯的那种 舒适圈的时候 他其实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遇到最大的问题是 因为他在中国拍片 要受到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影响 而且他自己呢 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后期他之所以搞不出什么好东西 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本身自我审查 这个春台是我们从中国运过来的 所以这是费的费的周折的 这么大一个家具 我们用集装箱把它运过来 这个春台呢挺有纪念意 是1980年代我们家盖房子的时候 我爸自己亲手打的 这个旧木桶呢 是我在也是在旧货市场上讨的 其实呢它是以前是人家的一个大的门框 过去的工匠 过去的木匠的这个手艺都不错 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可以做出这样 也是从中国带过来的吗 从中国带过来 我父亲以前是做木匠的 我把他的一些遗物吧 把带过来 我把在墙上做一些装饰 这太有意义了 这个是我妈妈卖菜的衬 这个是我们老家的1970年代盖房子的时候买的 因为我想的就是对我原来在中国的生活 中国的生活的一个纪念 这个是我岳父岳母1970年代她的嫁妆 那个时候就算个家具了 你看是的是的 算个家具 然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爸到了老年的时候呢 他那个时候没事天天在家听这个玩意 我每次听到这个音乐 我都会有一个特别感动 我特别想哭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会想到我爸一个人坐在那个房子里面 一个人躺在那个阳台上的那个躺椅上面 然后就听着这个音乐 就使得这个空间里面好像有一些活动的东西 有些有生气的东西 实际上他是很孤独的 孤独的 尤其是像我们到了来美国之后呢 他跟我们见面非常少 虽然有一个阿姨呢 在帮他打扫卫生啊 帮他做着家务什么之类的 但是这种亲情上的这种孤独感 我觉得我每次听到 所以我特意把他这个小小的 在他过时之后把他这个 这个小的这个收音机把带过来 然后我每次 我偶尔的时候 我如果想念他的话 我就会把他打开了 对 平时呢 我的业余爱好 我玩吉他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个梦想 年轻的时候 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是校园民谣最风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作为一个 文艺青年最大的想象就是坐在草坪上面 弹吉他唱歌 然后一群女生围坐在你周围 它是一个客厅 但是我把它改成了像我自己的一个书房 因为这儿view很好 对 我坐在这儿喝茶 看书 我们当初来看的就是看的 特别喜欢这篇的view 然后呢最好的是这个我们这后院里面还有一棵大橡树 我们不游泳 但是呢我就在这儿设计的一个像加工具一样的一个户外的加工具一样的一个东西 我最近还在弄 这边呢 草坪啊包括我这个地方要设计一个喷泉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我只是很简单的觉得加州的天气特别好 但是实际上在加州生活场了之后你会发生加州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很多人说的叫Exodus 这个词语就是叫大逃亡 大逃亡 是加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说你说现在要让我们说一下子就搬走 也是也有很多的顾虑啊 白天后 叫袁一峰 我是江苏南通人 我1972年生 我在上海待了有差不多十年 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我一开始是在一些服装公司打工做设计师 后来是在2003年我自己出来创业 2003年自己出来创业 就是自己在上海开一个设计工作室 然后又开自己的专卖店 到了2010年的时候 我大概是在上海已经有7家专卖店 坐在淮海路周边地区 是您自己的品牌吗 对 后来我在2010年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就是把公司迁到了深圳 结果事实上在深圳 我觉得我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我觉得从这个对比上来说 我自己是更喜欢深圳的 如果说你要让我选择一个 在中国一个城市生活的话 我会选择深圳 深圳实际上是中国最适合草根创业的地方 最适合底层平民去打拼 实现自己的发财支付的梦想的地方 也就是说深圳是中国最自由的地方 那您做的是哪方面的服装吗 就是我们日常穿的 还是说那种更加时尚的 会上替台的女装 就像我太太 你记得看到她身上穿这些衣服 全是你自己设计的 不是我设计的 大概就是这种风格的东西 就是女装 以女装为主 最早深圳的时装也是受香港影响 香港也是受意大利影响 香港那个时候是最早最早 从意大利引进时装过来的 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看那些意大利的时装 然后在香港 获得很多的这种国际的流行资讯 因为在深圳 我几乎每一个星期我都去香港 我到那里逛街啊 采风啊 然后我会 我会坐在那个香港的街头 坐在咖啡厅里面 我就开始化 时装画画素写 就我看到那些人的穿着 我会有意的去记录 去画这个东西 它实际上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创作的一个机会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有企业 我做车间统计员 但是我只做了一年时间 那个时候我回家 我经常路过那种书泡亭 我看过那个 有一本杂志叫 世界时装之乐 所以我就开始萌发一个自己的想象 说我要 我要学服装设计 我把大神听了之后 勃然大怒 勃然大怒 你好好的铁饭碗 不要你要去做裁缝 我说时装设计 不是裁缝 你不要勉异他 你要做财富 后来我卷的铺开 我就跑到上海去了 在199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提倡下海 提倡下海 那个时候下海是让人很羡慕的一件事情 包括国内在体制内的那些 他们甚至是有的是利用这种 所谓双轨制 获取了大量的利益 比如说他们原来在体制内有身份 你比如说以我以前工作的南通电机厂 电机厂来说的话 有很多人下海了 他们辞职了国营企业辞职下海 但是在国营企业里面它还是有很多的关系 利用这种关系 它的确是做生意反而做得更好了 成立一家公司 当然还有一种叫做纯粹的下海 完全不在依附原来的体制 也不在跟以前的体制内有任何的关系的 比如说到深圳自己独立去创业的 我觉得还是跟1990年代 那个时候提倡市场经济有关 改革开放 终于要加入WTO 中国人终于除了在当关之外 有的第二个人生选择 就是发财 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致富梦想 我觉得那是90年代 终于给普通人另外一种自由 所以也算是您当时 现在赶上好时候了 可以这么理解吗 那当然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 我想我自己回顾我一生 这个前半辈子的这个生命经历的时候 个人努力是一个方面 运气时代的潮流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在想六四是一个 在我们青年时期 大概是你绕过去的一个话题 你是参与过 对 我这个参与的我们叫做外围的参与 我们不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参与 我当时是在徐州 徐州是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我当时的身份上 我是学生会副主席 学生会发动全校学生组织 去游行请愿 我记得很有意思 我负责写标语 但那个时候的标语 还没有写达到共产党这种话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标语 实际上所谓的一些诉求 都是叫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自由 达到关岛 什么不自由物临死 诸如此类的这种 这种话你知道吧 但实时求是说 我觉得那个时候 大家之所以要参加游行示威 并不是意味着说 我们当时对自由 民主这些东西有多么深的理解 说句老实话 那么年轻 我们那时候才十七八岁 我们的学长才十九岁二十岁 也就谁对自由民主 有那么深的了解 对吧 我看很多学生 我们很多同学 基本上是因为什么 怕考试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正好是五月 我印象当中是我们出去游行 是五月二十几号 五月二十几号 当那段时间正好是要考试 很多时候 正好不考试了 出去 大家一起出去冲 很兴奋 我们安排了一些人去喊口号 散门特别大的 我记得有个姓戴的一个同学 散门特别大 他一出门就喊 打倒共产党 卧槽 大家都吓一句 我们没说过 我们标语里面没这口号 那他这句话是从哪来的呢 他内心深处 为什么会生出这么一句话出来呢 我觉得那小家伙也挺小的 反正他莫名其妙 就是他兴奋 兴奋一充分就喊 打倒共产党 大概过去是叫打倒国民党 他现在跟人家打倒过去 那我吓一跳 说他妈的 你侮辱他的嘴 就不要叫他在这儿瞎喊 瞎喊 因为当时有警察陪着我们 警察看着我们 我记得在六四的 就是在从四月份到五月份之间 我不是经常给我爸写信吗 我给我爸写信的时候 哎呦 说中国现在这个社会太腐败了 我们作为学生 应该担起国家的重任 我们要反对官岛 反对腐败 反对什么 我爸说 千万不要反对共产党 你如果反对共产党 你就是死路一逃 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吃过大魁 因为他是因言获罪坐过牢的 反对毛主席 他以前当兵的时候 我这次在他去世的时候 我才 在他去世的时候 我才发现他以前坐过牢 你之前都是不知道 我爸从来不说 他以前在部队的时候 他写过在厕所上面 以前农村的厕所 就是那种带板子的 他写在那个板子上 叫毛主席好事好 就是我们肚子吃不饱 他就写了一句打游诗 你知道吧 结果被人汇报了 我是问我舅舅 我才知道这个事 我爸自己从来没提过这件事情过 因为这次我就上个月 我爸去世 然后我在他的户口本上面 上面写着 1969年4月刑满释放 户口本上会有这样一个标注吗 有啊 1969年那个户口记录上面 有这个记录 我当时我吓一跳 我说我爸难道是犯罪分子吗 然后我就特别想解开这个谜 我就去问我舅舅 我舅舅说 他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年 后来被牢给了三年还是四年 就因为一句打游诗 对 后果太严重了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爸 为什么那时候 他不知道什么叫言论自由 他可不知道什么叫自由民主这东西 他只是说实话 你懂吗 他无法选拟要紧 他就说句实话 对 说句实话 就是好事好 就是自不自吃不饱 就是在部队里面都是很饿 那个时候 你刚才也说到很多同学 是为了不考试去参加这场运动 那对于你来说 你个人 当时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动机呢 我其实对这些东西也不了解 实际确实讲都是盲从 因为那个时候学生运动 就叫什么叫风生水起 全国各地都在搞串联 串联到我们学校来 我们觉得好开心 好兴奋 非常的开心和兴奋 但是你要说我们对自由民主 这些东西有多么深的了解 我可以说完全没有 我不但说我自己没有 今天我坐在这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 我可以说 即使是当初的学生领袖 像王丹 吴尔凯西 柴林 包括一大批的知识分子 再更老一点 比如像方励志 王若旺 还有谁 刘兵燕 在早期的知识分子 他们对自由民主 有多少的了解 我也不觉得 包括就是我们现在看 说刘晓波 刘晓波只是知识分子而已 他对自由民主 有很深的体会 我不觉得 因为我在美国 自从我在美国已经生活 就是第九年了 我对美国社会有很多的观察和思考 所以我才站在我五十岁年龄 再回看我自己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非常坦率说 我自己对自由民主 没有什么了解 那个时候参加这种运动 纯粹是比较 纯粹是盲目的 站在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生阅历 再回头看整个六四运动 你怎么评价它呢 我觉得六四运动在整个 如果你只是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看的话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 你会得出这么一个历史 觉得像中国政府残暴的镇压学生 但是如果你站在一个更远的 更长的一个历史来看的话 我觉得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是一个小插曲 是中国文明进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 它也许在某一段时间 在某一段时间它能起到文宣上面的作用 文宣上面的作用 比如说美国需要拿起这件事情来说 你看多么残暴 多么邪恶 你说共产党很显然 在这个舆论战线上 共产党输了 他输了 但是我当时 我现在回过头来 在回顾看整段历史的时候 我觉得六四事件大概是共产党 杀人最心自首远的一次 算是最犹豫不决的一次了 共产党 他之所以犹豫不决 并不是因为他善良 而是因为当时的左右的国际环境所导致 1980年代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 中国还是 邓小平在1979年访美之后 他还是有求于世界的 因为他知道中国经济不行了 他要搞改革开放 他要发展经济 他就所以 所以他很注重自己的所谓的国际声望 这就是为什么四月份开始闹事 四月份开始闹事 迟迟不决到了六月份才动手 你一边工作 一边发展自己的事业 你在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观察 或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 因为我们是做服装生意的 基本上不跟政府打交道 很少跟政府打交道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政府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深圳的时候 我们就会遇到消防的问题 我们的办公楼装修 装修之后 有派出所的消防队长 过来检查 说这儿不合格 那儿不合格 然后就是给我们发通知书 约谈企业老板什么时候 搞得我们很紧张 搞得我们很紧张 所以你又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消防法的解释是 全在他那儿 叫他那儿 当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 第一反应就是找人脱关系 把这事摆平 我发现深圳跟上海最大的 或者跟北方的城市最大的不同是 深圳的权力寻租是可以明码标价的 我喜欢明码标价 因为如果在北方 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摸不着门 人家卡你 你还不知道怎么去送礼 或者脱关系也脱不着门 这是最头疼的 虽然你能看到各种吃拿卡要的这种事情 而且那些官员也从来不会把企业家放在眼里面 那个消防队长跟我们吃饭的时候就聊天 当企业的人都不算什么 他说我们深圳不及这一代 那大企业多了去了 那些什么董事长上市公司 那见到我们都像孙子一样 见到我们都像孙子一样 所以在中国第一位的是权利 而不是企业家 企业家在中国真的都是那些 我听下来 整体上你还是近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受益者 是 那为什么 或者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萌发要移民来美国 为什么不继续在那边发展 继续赚钱 不也挺好吗 有两条重要的原因 第一条原因是教育 我对中国的教育制度 一直非常非常的深无痛绝 中国的教育是 我把它称之为渔民教育 当然商举书上就说渔民武术 渔民若民疲民 对吧 大概中国几千年来的政府官办的学生 大概永远都是起这个功能 起这个功能 把你培养成工具人 并不是中国的所有大学都不好 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培养工具人 工具人是什么 你可以学科学技术 中国在很多的在很多科技方面的 的确很多大学 如果你去看他们的实验室 看他们的科研项目 看他们很多东西 他去做得非常好 这一点他们跟美国学的挺快的 但是最重要的 他是要把你培养成一个工具人 基本上 基本上就不想让你拥有那个批判性思维 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痛恨的一点 因为我是我不想别人把我当成工具 你也不想把别人当成工具 任何一个人把别人当成工具 你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对吧 所以康德才会说人是目的 人不是工具 对吧 人是目的本身 第二条就是当时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 因为我女儿当时在上海上学 我女儿 我们也是动用了很多的关系 就花钱为 让她在上海上小学 然后上初中 但是有一条门槛红线 就是她根本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参加高考 就是当关系 花钱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你可以在这上学 但是高考这个问题不行 所以我们在初中的时候 就把我女儿送到美国来这边来读书 因为我们也听说很多移民 尤其是留学生 为了争取留下来有工作机会 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受这些雇主的压迫的 或者剥削的 剥削的为了要拿一个绿卡 为了要工作签证 不得不忍气吞声 在一个岗位上 在一家公司里面干很多年 对吧 还要抽签 甚至如此的机会 我第一个移民的目的是为了女儿 就是我给她一个绿卡 给她一个绿卡 就希望她不要再经受这样的折磨 第二个就是在我们自己全家要赢 要不要过来 当然我们当时看到了 就是很多的家庭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老公在国内有生意 老婆跟孩子 先来 先来 我觉得这个里面会有很多的家庭问题 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 包括很多很多人的婚姻都会出问题 都会在这个里面出问题 后来我在 2014年 我在考虑我要不要把我的公司转掉 这个事情上面是我 非常费了很多的心思 费了很多的周折和思考 做了很多的所谓的决策 决策模型 去计算这个所谓里面的利弊 我和我太太 在办公室里面 大概我们两个人商量的 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每天就在思考 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当时公司 我们公司也不大 大概就是一百多个员工 但是要牵扯到赔偿问题 遣散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但是后来我们还因此 有些员工跟我们 我们还有一些官司 这都是小插曲 但是最终下定决心 让我到美国来的话 是因为我当时抱着一个信念 我认为自由是人的最高价值 我想到美国来看一看 人比如说有言论自由 有民主 这样堂堂正正的 所谓有尊严的活着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到底怎么一回事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 钱的已经足够了 实实确实说 钱我们算了之后 确实我们到美国来生活 基本上可以说是衣食无忧 我2010年 我刚刚赚了点钱 那个时候我手上有点钱了 我就买了个奔驰的G500 方方的大奔 现在还是很火的系列 大奔 但是201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大奔的人不多 尤其是有G 10年的时候 大计 大计 吃不多 我买了个大计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深圳 把我的大计开回了我们老家 往我们家门口一放 然后周围的邻居都过来 嘖嘖吞掌 这个袁一锋在外 可能是发财 不错 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叫一锦还乡 对 一锦还乡 我想一锦还乡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童年时代 我们生活的那个环境里面 生活的环境里面 人家所有人都是以这样的一种东西来衡量你的人生价值 对 比如说我那个时候 我最最最不喜欢的就是你知道吗 春节的时候 我们家亲戚朋友坐在一起吃饭请客 他问的问题永远就是 这家小孩 他们家小孩有出息 当了什么正处级了 在北京买房子了 他们家生一座老大了 然后你的父母也会不知不觉的把你和别人家的孩子比 比如说跟你的堂兄比 跟你的姨哥 这种比 然后你从小在这样的被比较的过程当中 你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一个价值观 这不是你的选择 对 而是周围的环境给你的这样的一种价值选择 然后你一辈子不自觉的你在驱使着这样 驱使着这样子往前奔跑 对 你要买一个大奔 买一个大奔干嘛 就是因为你看我牛逼了 对吧 您说的这种一锦还乡的心态 每个中国人都能特别理解 对 所以大奔当时买多少钱呢 190万 10年190万 在南通能买两套房吧 不止吧 那个时候南通的房子很不值钱 那个时候我想不止两套房 可能能买个三四套 我除了赚钱之外 我自己没有尽下心而真正思考过 我到底我是谁 我到底真正需要什么 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我的那些在中国还在继续做生意的朋友 他们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的 你比如说 我给你比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以前在中欧上学 叫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读书 我们有很多的同学 但同学在一起聚会 大家就是比谁的企业做得大 你一年做几个亿 你一年做多少 你们公司上市了吗 什么之类的 然后同学聚会 大家就会变成说 今天我们出去玩 我们开个游艇出去 怎么怎么样 其实同学聚会就是这样 同学聚会最重要的形式是这个 其实大家都在心里面比 在比的 比的就是谁钱多 谁的企业做得大 大概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社会普遍的一个心态 但是我不愿意被这样的东西牵着鼻子跑 我们那些朋友经常出去去 一种会消费 一个晚上花个好几万 上花个十来万的事情很多的 就是喝酒 找三陪 包括朋友之间相互的 你哪怕就是过一个生日 过一个生日 吃完饭之后 一定要有第二场 包一个巨大无比的包厢 可以做几十个人 甚至上百个人的一个包厢 其实很多人都不认识 到最后混进了 很多来蹭吃蹭喝的人 连这个老寿星 自己本人也不知道 谁带了一帮朋友了 然后那个朋友就打电话 叫了另外一个朋友来 然后他们就开酒 唱歌 蹦迪 然后就是这样 反正所有人都是为了寻求刺激 只追精明的生活 但是那个时候 是一种巨大的空虚感 巨大的空虚感 我觉得那个很像一个 末日狂欢的一个写照 是很有意思的 这是中国人精神状态的一个 特别明显的一个写照 我那个时候对比的 比如说 那个时候 当然我们也是一个 比如说 喜欢看国内的很多的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些专栏 比如说像杨恒军 心立健 真的是南方的那些 所谓知识分子 还对西方的自由和民主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象 各种各样的想象 就觉得说 人是不是有 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 可以去过 有一种更值得追求的生活 当时是有这样的想象的 有这样的想象的 所以这也是促使我从中国到美国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